畫面上將來會用到的,你就要宣告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宣告為一個TestView TestView的名稱,比如說你可以叫T01 或者是TSTShow都可以 那再來就是底下會有幾個Button呢? 總共會有13個Button 所以也要宣告13個Button 然後也要去連結一個TestView 連結13個Button 所以不能連錯啦,你一連錯程式就會跳出error 那再來建立13個事件 就完成了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Hello World其實就是 這個就是Hello World的延伸嘛 看起來好像比較難,實際上只是 多了很多重複的東西 那程式怎麼撰寫,我把重點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第一個 這邊把畫面放大一下好了 第一個就是說這個宣告,那我宣告名稱叫TSTShow好了 名稱你可以取別的名稱啦 那再來就是說因為宣告的話 在Java裡面可以這樣宣告 就是全部後面都一樣的 都是什麼呢? Button的這個類別 那我們就宣告他的名稱 這後面一串,所以有13個 那名稱分別為 我是這樣邏輯啦 00到11 00到11 然後後面最後一個 Be Clear 那再來就是 上面是宣告對不對 再連結 連結的話一樣嘛 List 點翻譯把ID 那因為我上面有個 TSTShow嘛 那底下有個B00 B00指的就0啦 B01就是1啦 一直到 然後到9 那11的話 10的話是米字鍵 11的話是 緊字鍵 那這個是什麼? 是Clear 所以這個地方記得 你不要有些同學是複製貼上啊 不過很容易出錯 複製貼上之後你還要再仔細看一下 前面有沒有改 後面有沒有改 你不要很 很開心的就往下做了 OK那再來的話事件 事件部分也是一樣 在B00做什麼? Set on Click Listener 然後呢 後面的話就是 New一個什麼呢? 打一個Button 點On Click Listener 然後後面的話就是 一個小瓜糊 大瓜糊 有沒有 後瓜糊 就類似像這樣 大瓜糊 然後什麼呢 後瓜糊再一個分號 那這個恐怕要稍微記一下啦 因為這個是一個固定的用法 在寫Java的時候 這常用到 小瓜糊是傳參數的 大瓜糊是執行 後瓜糊是 前面那個 New前面那個 瓜糊 結束分號 這個結構 不難記啦 你也不用死記啦 因為這個就是 Java的結構嘛 然後郵標放上去 就會有新增未實作的方法 點下去 它就自動幫我實作 這一串 你把程式寫在這裡 那寫什麼呢? 寫一個就是輸出什麼? 輸出0啦 所以要怎麼輸出0呢? 基本上就是先取得什麼? 取得現在 什麼呢? 就是 上面本來電話號碼 有沒有 電話碼冒號的 你要把那個自傳先取得嘛 那取得之後呢 把它丟到一個 一個自傳的變數 S 然後呢 再怎麼樣呢 在這個自傳變數裡面 再加上什麼? 加上0 它串接就0嘛 那後面1 2 3 4 5 6 一直到那個 井字鍵米字鍵 其實程式都一樣 所以喔 你可以怎麼樣? 把這一段複製 貼下去 這邊改1 這邊改1 我就寫好了 2 3一直往下 然後一直到5 6 7 8 9 10 10的話是米字鍵 11是井字鍵 OK 那所以 亂出來的結果 類似像這樣 我已經做好了 1 1 2 3 4 有沒有 然後清除的話 有沒有這個就清除掉 OK 1 2 3 清除 那當然喔 後面可以延續 假如 我不希望按清除的時候 是全部清除 我希望按清除是清除一個字 最後面那個字的話 加環雲 不知道有沒有叫到自傳 對你可以切啊 那怎麼切 我只要切最後一個就好了 我不是全部 全部都切 我只要 按下清除的時候 是back的鍵功能 那你可以把它改寫一下 兩種寫法 一個是全部清除 一個是back清除 所以甚至你可以在 在這邊多加一個按鈕 或者把這邊再切一半 左邊 右邊是清除 左邊是一個back的鍵頭 也可以啦 這裡我想可以自己去改一下 那寫法的方面 我想各位可以自己再延伸 主要就是也是三個嘛 所以基本上今天講的喔 就是不外乎就宣告 連結 建一個事件 大概就這樣子 OK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那這個完成的畫面 在雲端上面也有放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喔 今天 跟大家開個頭啦 那雖然有些地方不是很順暢 不過大致上喔 也還 還有把東西 至少run出來 一旦 有東西